一盞灯,一台收音机,一个人坐在杂乱的工作室中, 焊接所发出的强光四散至整个房间。 工作室的一脚挂着一幅精美的油画,底下写着1985年, 那年赖鸣传21岁,为了生活而开始学做招牌, 而这一做就是30年。 岁月改变了它的样貌, 却没有改变它对创作的坚持。 现在赖鸣传用自己原本赖以为生的工具, 让废帖变成艺术品, 继续用它自己的方式,延续对艺术的热情。 第一支飘桶,我第一次做的第一支飘桶, 为什么做那支飘桶,其实它有一个因缘啦, 那是一个顿物啦,一个人生的顿物, 炖鸣,炖鸥。 我本来是在那个回收厂,我跑了几十年, 因为我用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回收的, 就是回收厂的生态,我大概都知道。 那是有一天我去回收厂,看到有二十几个锅子, 那个锅子是新的喔, 我想一想这个丢掉就可惜啦, 我就拿来把它拼一拼, 然后拿一张椅子, 也是坏掉的椅子, 把那个脚切掉, 就当瓢虫的脚, 就把它黏一黏, 因为我在做砍棒嘛, 所以我有一些焊接工具, 我把它组合好, 黏黏黏的,黏黏的, 然后被人家飘桶, 所以第一只飘桶是这样跑出来, 后来就这样慢慢慢慢变, 就越做越多。 顧風 那個...那個...那個嘉義... 叫嘉義那個弟夫 他去讀美術的 他讀美術的 不過他在讀的時候 他十四歲的時候讀那個粗 十四歲是很強硬的嘛 很強硬 他就去...他就很骨頭來去 人家做坑坊的地方去 洗一種刺濫 人家洗東西就對了 賺錢這樣 就自己去買...買賭 那個...那個... 塗... 塗... 塗...來畫圖... 畫圖... 每天晚上都在樓上畫圖 他畫圖的時候 他就畫圖... 他就研究... 他以前都是在樓上都在畫圖 因為很多樓還要去 年輕時為了嘉義開始當學徒 卻沒有放棄過藝術創作的理想 畫了二十多年上百幅的油畫 幾乎都已全部賣完 只剩下幾幅擺在家中當作紀念 現在賴明傳已不再作畫 因為他在廢鐵堆之中 找到了更好的創作發揮空間 貼...貼這個現在是... 貼這個... 等一下貼一貼就是上顏色嘛 撕掉就好了 除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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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黃色的工具 對... 這是線條 就是線條 他就是... 小年的時候就很興趣這東西 他這都跟他研究的 沒有人擦 他想他... 做做做做...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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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ghbors 沒有啊有啊真漂亮嗎 你看有沒有啊看上了 有來啊就能說真漂亮 這樣啊 然後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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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上 dop 我還覺得真好啦 Luc aka 我就鼓勵啦 我一段都跟他說讚 這樣 都跟他說讚 ен 好 attempts 人留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多久了 可是藝術品他可能會留永久 你像故宮會寫作品 為什麼他還留下來那些作品 他為什麼不留人呢 故宮 對不對 人留不下來嗎 那不然你乾脆就留藝術品了 再連一般鐵宮再連那個 那個亮度還好 這個亮度他是強勢背 對他一起 所以說最好不要看 我剛才滾滾 沒有看到一次就完了 就是說這麼近 你那個還好 你那個稍微眼睛飄一下就過了 我這個照一次 我把這個照片 明天把這個照片剪出來 所以我把這個照片剪出來 如今賴明傳的作品 經常受邀到各地展覽 而鐵膠創作也漸漸取代 他原本的招牌本頁 許多從事創作的人 為了生計而苦惱 但賴明傳卻選擇站穩腳步 等待時機 而這一站 就站了三十年 雖然名氣漸漸響亮 許多人也紛紛以在地藝術家 來稱呼他 但賴明傳卻對自己的作品 有著更高的期望 我打一天 那不就高的你要不要 我打一天就給你 可是他在這空不下來 唯一家很累 被那個帽子扣得很累 很累就是說 我們生活重要 藝術家那個名字 對我來講不重要 所以說現在 現在即使是我的作品 在外面 我的作品的名字也不重要 因為我總是要歸天 我總是會騙起來 如果說我現在用嘉義的帖子 用嘉義的名號去打 力量才夠大 那賴明傳算什麼 一個人而已 所以我的心內比較大 我希望他是嘉義的特殊 不只賴明傳 而是整個嘉義 即使出了名 也不忘為自己的家鄉宣傳 他用自己的雙手 創造出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但他心裡想的卻不只有自己 對賴明傳來說 他不只是賴明傳 更是來自嘉義的鐵孩子 styl大王 凌亢 ich 你 甚麼